大家好,我是賴台基金會執行長周富穎 那也是今天論壇的主持人 那非常高興喔 今天這個午後可以在這邊遇到大家 而且我聽到很多人都是因為 都是我第一次來紀念館 那非常,我自己是台中清水人 那不過因為今天賴台基金會執行長的關係 所以常常都誤會是彰化人這樣子 對,那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彰化的年輕人回來 包括大家的分享,很多人是彰化人 那非常高興就是今天這個 大家因為關心這個議題 然後大家繼續在這邊 那我們也很感謝這學星期五在台中 他們這次半年來他們的努力 然後也享受到彰化來辦 那也幫忙,剛剛還幫我們打廣告還募款 然後還介紹團體達人 不過我們團體達人是要著收費用 對,這個就是接下來說的這樣 那我想有幾個 在開場前我想有幾個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其實大家提到這邊 然後關心這樣的議題 那也不管大家剛剛有分享 有人想要辦演講 有人自己辦論壇 那有人去發起公民的行動 我覺得大家都在創造一個 想要改變台灣更好 就是在營的生活 那這樣子的一種在意跟行動 其實也是奈何他們當時在日本殖民的時候 面對日本殖民帶的現代化 那台灣原來這些傳統的文化的破壞 那還有到底什麼是台灣人要的生活 跟到底什麼是台灣人要的幸福 那這是當時奈何他們整個 知識分子都在思考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好像現在我們在做的事情 也是奈何他們當年在做的事 那他們走過的路好像我們也在走 那重新把彰化翻轉起來 因為彰化長期大家聽到彰化 都是想到都是黑金 都是很負面的亂黑道 可是這幾年慢慢的有很多年輕人 就是大家回來想要做一些事情 那包括剛剛分享的彰化 外星新生會 那還有就是318之後的 喚醒彰化青年聯盟 那還有本來就是已經在耕耘的 一切聯盟跟環保聯盟 其實各個是各樣的團體 大家因為在意而行動 那希望可以用彰化更好 那基金會在 我們基金會其實比較關注的是 文學跟文學教育 那尤其我們從1994年成立到現在 做了很多台灣文學的營隊 跟各式各樣的課程 還有高音樂人玩獎 那看似我們好像比較猜一個是 文青式的方式 可是其實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遇到很多問題 包括像2011年港德光石化的運動 那還有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去搶救高兵閣 那高兵閣的這個案例 就是我們基金會的導覽志工 因為帶了民眾去看了現場 發現說這個高兵閣要被拆掉了 那因為在意這個 這個事情留下來這80幾年的 這樣的文化資產 那我們不希望彰化究竟永遠 你們都只能看著老照片 講過去日本時代的故事 所以我們開始行動 然後跟小細文化協會 還有提到辦辦公室 然後還有像陳文明老師 大家一起搶救下來 那才有今天就是高兵閣指定為限定古蹟 那這個過程裡面有很多的 很多就是在跟公部門的這些 不管是申報文化資產 或者是說在進到體制內的一些運作的過程裡面 其實也讓我們慢慢意識到說 好像你必須跟體制去做一些對話 你才有可能指定它為限定古蹟 那這樣的過程裡面 也慢慢去影響到 有些彰化年輕人 他們在外面又會收到岩屬書 然後去發現說 欸彰化假象發生一些事情 大家意識到要開始做一些關注跟行動 那當年2011到現在有什麼三年 那革命格很可惜的是 他指定的古蹟之外 就是目前只到 就是調查整個 調查修復計畫完成 可是進一步你要修復的經費 其實就是卡在公部門 他就是沒有錢撥下來 那你也可以辦很多煙火式的活動 可是他不願意好好撥款 然後去修復一個文化資產 然後活化再利用 那革命格的這個案例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跟 台鐵宿舍保存做一些對話 也許等一下可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那台鐵宿舍保存的運動 其實我覺得蠻高興的 就是說這個運動過程 其實看到很多彰化年輕人投入 包括像明線 他是從 他本來在台北 就是從事旅遊業 那後來他決定返鄉 那他在過程裡面 他也擔任基金會的幫忙職工 那透過實力的走踏 從自己去發現到 最早開始是胎營宿舍的 這個搶救過程 那後來自己也去找很多彰化市面的老房子 那最後看到就是 台鐵宿舍這個要被保存 那要被裁掉這樣 那裁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也去就是組織 半線新生會的夥伴開始去搶救 那有了第一波的這個發生 就能讓更多人 各種人去意識到這個問題 那尤其這個運動又發生在 剛好三一八過程裡面 剛好所有的眼睛都放在 台北的立法院 可是彰化的一些年輕人 他們默默地去告訴大家說 我們不能夠再把眼睛 只是放在立法院 我們不去回到在地去做關心 所以保存運動在當時 三月的發生 真的是靠很多很多伙伴的投入 才能夠去找到一個 跟宿舍組談判的一個空間 那那後來過程裡面 也有越多人的投入 那包括像玉米媽媽 還有更多的學者的投入 那希望可以去爭取到更多 不管是指定 不要只是保存部分 而是有更大片的一個指揮的可能性 那到底要指定到多少 才是大家想要的 還是因為你全部指定下來 真的是可以達到保存運動 所想要的那個目的嗎 那其實這個過程 我覺得有很多是可以 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因為這個過程 絕對不是保存下來 就是運動就結束了 它會不會像高屁殼一樣 就是卡在那裡不會動 那怎麼樣去活化 那那個看似人貓森林的一個 這個宿舍的保存 它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這個今天下午很期待 就是透過兩位 明憲跟玉米媽媽的分享 然後還有跟大家的交互討論 交流裡面 我們希望說可以有 讓這個運動可以往下再走 那請大家先下午 大家的腦力激盪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論壇 就先請 明憲 對明憲先請明憲 先分享 明憲分享的就是玉米媽媽 那我們就先把時間交給明憲 台鐵宿舍出現的事情發生的經過 我用比較快速的方式講 但是其實過程當中有很多的折衷 很多的轉換 很多溝通的過程 還有 呃都沒辦法一一的詳述 但是如果等一下各位有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我會靜我所能去 去 去告訴這件事情 好 那 今天要講的就是守護台鐵宿舍運動 那 呃 我叫熊明憲 那 我是在台北工作14年之後 2001年回到彰化 然後希望用旅遊這件事情 能夠把彰化旅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後來遇到了台藝術宿舍採取的事情 之後才成立了半夜新生會 那目的是為了吸引更多彰化年輕人 為自己的從事的努力 那關於台藝術宿舍到底台灣是什麼事情 呃 彰化是台灣運環的術宿舍群 大概是在彰化10年的時候待的 全區大概有10棟建築物 大概是1010幾萬公尺 OK 那其實說真的這個地方 當時的資料也有寫 所以沒有在台灣的情緒 那它大概是在 如果彰化人就知道這邊是環陽市場 環陽市場對邊這裡就是地區 這邊都是台藝術的 不然這裡是網球場 OK 然後 這邊是這一區拆除 它留下的這兩件 那 這一區就是宿舍存存的位置 好 那這個東西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話 大部分昭華人經過的時候 都會發現它是一個鐵皮圍起來的地方 所以你永遠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大概會看到就是物體的樣子 對不對 但是 其實很少人會去關心 或者是理解說 這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存在在這個地方 好 好 那當時呢 呃 因為剛好有一個機會 我經過的時候知道這裡是宿舍 那 我剛好帶了其他地方買的朋友經過 然後就做了一些簡單的調查 結果呢 我就遇到了一個朋友告訴我說 說這裡要拆掉 我說怎麼可能 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於是 當時我打電話給縣服的 我謊話局 謊話局的人告訴我說 那你不會拆 因為那邊是 歷史建築被指定的歷史建築 因為我們那時候找到那個歷史建築的設計 可是當時因為對這個方面的專業支持不足 認為說 那個時候這個歷史建築的名稱就叫做 彰化台影師宿舍區 所以我們就說 那這樣子它應該被保存下來 然後在過不久之後 就有一個做工程 專門發工程的朋友告訴你 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地方確定要拆掉 發包完成 他說挖 為什麼我打電話 我問問阿群 就告訴我是不會拆的 為什麼結果還是要拆掉呢 後來 後來才知道 我認為這是區 可是不是那麼一位 是文化局其實指定了兩棟維立體 其實它都可以拆的 但是它把兩棟叫做宿舍區 這邊就是寫 後來才知道地址跟位置就是三三號是四點 只有兩棟 然後叫做台灣銀行的彰化 台灣銀行的彰化是宿舍區 那時候的文化資產上面還寫 就是介紹這個地方 就說日式宿舍代修後會成為彰化藝術村 兩間怎麼可能變藝術村 就是這樣講 這裡區都才存 只有兩間 我們就開始了所謂的保存力 應該是說搶救活動 我們就開始在通了聯繫粉絲團 然後不斷的找聯署 網路上聯署 其實那時候遇到了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當地的理想法 他的反應非常大 就一直罵 一直罵我們說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他們的想法就是說如果這個地方都不改善 這裡是自然死角 然後二三十年都不理他 然後已經壞掉了 然後為什麼你現在才要去關注他 要把他保留下來 然後他就說我們這裡的區域已經承受他那麼久的張望了 為什麼 我們不能夠捲曉他才這樣 這個就產生了一些問題 因為構成當中我們不斷在做影響紀錄 因為當時真的沒什麼機會 因為當時我們其實得知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馬上做了文字城哈提報 馬上做 然後當時文化局那邊給我的反應是 OK 我收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不會有機會可以來做成長動作 OK 給我這樣的訊息 好 最後我們粉絲專業就不斷地 你長得我一直在罵一直在罵這樣子 一直在罵 非常神奇 好 這個就是 OK 當時我就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說為什麼古蹟號原的死角很讓人家討厭 這個問題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這樣的東西會讓人家覺得很討厭 那是因為我覺得 後來我覺得說我們彩畫人好得真的 然後他並不理解 哇塞和名稱之間到底是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彰畫的 我閒置古蹟很多的語音是會這樣 我從來就把他認為 他跟我們名字是有關係的 我們的古蹟閒置案例 我們跟婦里討論的時候 我們要舉辦一個 對 彰畫閒置古蹟小旅行 彰畫武德店 這是最著名的案例 OK 那 這就是我們漂亮的武德店 OK 那各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他現在去好像已經搬到後面去了 OK 要到後面去了 OK 要到後面去了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火鍋 火鍋 蛤 火鍋 有人知道 但他其實是賣那個火鍋店的 他其實就是說 張華武德店曾經修好的時候有偽外經營 偽外經營 可是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那時候發生的事情就是說 他們外保給了做餐飲的 然後餐飲他就開始在 就是旁邊破壞他這個東西 我看你會不會詳細的 就是包商雇主移走電營開發明 改上木質鍍板跟吧檯 然後把地木蓋住森看 然後店外樑亭把它改成廚房 就是這個建築 原本武德店建築 已經必須要符合餐廳的規格了 所以他就可以一直拆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聽一個老師講說 他甚至把以前那個 裡面換遺體的區域整個都拆掉 變成一個八坦這樣子 就非常誇張對不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的文化劇團就說 柔福宮是古蹟 但是貝玉銘的金字塔都是古蹟 同樣的道理 所以武德店是古蹟的 梁井他都是古蹟 所以拆掉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的想法是這樣的 OK好 那個時候就買一個火鍋 才會有那個那些囊在門口 欸奇怪 後來沒辦法引走 很奇怪 好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其實我們自己的文化劇 其實就很明顯的這樣態度 就是說其實它不是為了要活化 是為了要就是可以預期的 然後我有少做一件事情的活化 這是我這樣子這段時間來觀察 我們的古蹟活化這件事情的狀態 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個東西它跟周邊 跟在地跟古蹟是好無關係的應用的 我們有在彰化裡看到一些 古蹟大部分都是從事餐飲的事情 可是這個餐飲就跟周邊沒有關係 跟這個古蹟本身也沒有關係 就是我就是做餐飲這樣 我只是利用這個建築物本體來做這件事情 而我從來沒有去思考過 譬如說像古廟旁邊那個餐廳對不對 那它以前是大神幼稚園的人 那它好像也從來沒有去工作過 大神幼稚園跟大神幼稚園的關係是什麼 而且它有一個停車場 可是它停車場地上那是什麼東西 各位有機會可以去看看 跟這建築物毫無關係嗎 好啦 東西不好吃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各位如果有機會去吃就知道它是當地獄 後來我們就思考所謂活化是什麼東西 我自己透過這個過程當中 我認為所謂的活化它應該是在創造 跟在地的工程關係 這兩件事情它應該是工程 而不是古蹟歸古蹟 然後在地歸在地 這樣件事情完全成分關係 所以你看到通話的繩子空間 包含古蹟跟場合的時候就會知道 當時我們臉色的繩子空間 如果有事就無事 那我當時就一直在想說 那到底是誰的錯 錯在哪裡 是政府的繩子空間的錯嗎 我覺得我們都有錯 因為我們都沒有去思考去連結 然後直接去做改革 所以才 才 才 OK 這樣 我要自講個名字 就是說 我覺得一個好的古蹟發展 自己區域現在發展 我們在地發展的基礎 就是說 我希望這個關係是 因應在地的需求 我們省得自己的國務 對 那圍繞古蹟的發展 就是在地的民生發展 也就是說 假設我們 有這麼棒的古蹟是孔廟 孔廟周邊應該會有很多的發展 可是我們孔廟是很 大家很不知道 地區要帶什麼地方 所以它跟周邊就沒有關係 會只是這種狀態 那我覺得這些發展 就是衝到青年返鄉的 跟就業機會 還有創業的動能 我認為當有這個空間 可以被使用的時候 當有這些元素可以被使用的時候 他就有機會可以做更多的品質 所以後來就 翻譯成為就發展 所以那時候就找了這些年輕人 那時候過程有跟我們參與的一些年輕人 來一起組了一個小小的組織 叫翻譯成為 但是它就是一個組織 可以說是一種口號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改變這個地方 那我們的想法就是 我們並非反抗 而是思考出對的方式 然後最重要的關心與參與 最重要是你關心與參與 才有可能讓事情不要發展 而事後的發展都必須要用很多方式去做抗爭 可是我能不能讓大家從一開始就不要發展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加入了 就是守護掌握海底宿舍特殊運動 那有幾個時間點 第一個時間點是2012年11月當台鐵宿舍採除完之後 這時候我們就開始去 我跟另外一個組織就開始到處去看一些邀請 然後就發現了這個地方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看的 等一下我給你們看一下照片 那在 後來在2013年9月 有一位朋友來告訴我說 宿舍村出現了採的字 然後我就趕快發動了一個小運行 讓大家可以走進這個地方 讓大家看這個地方 因為我在之前遇到那種里長佛的事情 就是說當地人其實是想辦法拆掉 我們怎麼勸高聰他們不要拆 是不是可以讓更多人去關閉跟拆聯事情 去思考這個地方 好 第三個時間點 就是朋友告訴我說 採除一些法寶自己要開始採除 這個是最緊急的時候 坦白講我們攝錄也太慢了 其實在這個時候就應該要攝錄 可是其實那個時候我們還不知道 張華族是計畫這件事情 張華族是計畫這件事情 然後在2014年的3月 朋友告訴我說 採除已經發報了 所以半天氣之後 就起一開始開會 投入整備的方式 那我們當時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撒盤多一點 就是說 好 我們要很了解他為什麼要採 他有什麼重要性 這個應用到底有什麼重要性 有沒有時間的壓力 主管機關機單位是誰 誰所以我們一起組織財總 跟如何一起關主 因為會知道 當時我們在三月份知道消息的時候 他能告訴我們 下個月就要採 我們每個月都面臨他下個月要採的問題 所以我們最快的方式就是 找到可以組織他採的人 所以我們才去一時思考這些問題 OK好 態度 就是我們去調查區域跟救出我們的開論 然後去擬定各方完整的稅討 就是我要跟這個人說服什麼 我要跟這個人說服什麼 我要找政府單位說服什麼 我要跟一般人說服什麼 我是不是還要跟企業單位來說服什麼 讓他可以去思考這些幾個人可能 然後當時決定站不走文字審查 為什麼站不走文字審查 因為就是因為 定的時間不夠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這個問題 我們也沒有足夠能力去做調查 因為當時人手有限 以及 我們擔心他被動文字審查 會不會導致一個現實的後果 OK好 再來 第四個就是以活用為優先的目標 就是 我也沒有可能馬上去使用它 這是我的思考方式 所以對於結果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確在於保留監測和使用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去 爭取到一個一定的監測和使用的方式 最重要的事情當然不是數量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多空光 我覺得那不是這麼重要 最重要的是 到底我們有多少人可以的這件事情 到底有多少人關心這件事情 它才有可能讓這件事情不斷地發生 那工作計劃當時就做一些 包括伴活動 招募志工 做願景的規劃 跟政府談談 就是有機會去跟 去 我們就透過不同的活動 他可以走到這個地方 然後招募志工 跟多人可以在一起 然後去規劃他的願景 就是 未來到底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去做出願的規劃 最後去提出一個方式 來跟政府做談談 讓他們來思考說 到底有沒有可能抱有什麼可能 就是當時 幾起開始 四月份第一的活動 那時候在四月五號的時候 就辦了一個 咖啡館的咖啡小沙龍 就是在講 海底的宿舍村的生死 然後 這個宿舍村的生死之前 我們有機會聯絡到了 那個一個救助庫 第一位救助庫就是 陳宇彥哲大哥 他第一次帶我們走進去 詳細的告訴我們 這裏面發生過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才有 第一把我們當時 有一些所謂 講到說 這個區域是做什麼 這個區域是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這個機會 跟大家講這些事情 在四月六號 我們才有一個內容 去告訴大家說 我們這裏面發生過什麼事情 那通道現在 這就是當時 我們永遠都只能看得到的 那當時他們是 還蠻完整的 全部都只能照顧 這就是裁儲的第一天 裁儲的第一天 我趕在裁儲商到我之前 我先做了 剪斷的理想起我 然後再來我就跟著裁儲商進去 這天還在 那目前 台北已經 在這個月要撥款下來做調查 研究我們的動作 因為剛好有一個廠商 他們要去競標 然後不來找我 某個顧客 或一些東西 然後才知道說 你確認要做這個事情 那因為他不是文化局組 所以可以要靠一點 前如果是文化局組 他就會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就開始 那時候就開門 我就剛好進去做影響器 然後那個時候我當時問話群他們那邊 問採除原因 他們就說因為這八棟 我就不太無法使用了 所以要採除 你們看到這間是因為它漏水 所以它的狀況最差 可是除了這間之外 其實狀況都很差 這間最差 它漏水 對 他們要拆自己的版本 然後這個拆除上就是這次有本要拆開 給出社的那個拆除了朋友 就看到我對人出來 有個體力 好 再來我們就進了其他間 你看這個狀態是不是很好 比你想像我還好很多 那時候我們就一邊搶救 一邊跟他們補亂 一直跟他們講 然後這個案子很特別是 他們拆除上來 這可以做一個整地計劃 是他們還要付錢可以開銀 很奇怪對不對 因為它裡面的東西很好 全部都換掉了 我們陀佛咖啡館 目前有一些農產 木藥在裡面 在我們咖啡館 那是山木 山木是 他們是用來做地板的 他們主要的結構 他們都是快木 所以 那個時候他們一開始就是把所有的門啊 炒到全部都採走 一定就有點錢採走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採木桶 完整的一顆一顆把它採走 稍微看一下就好 然後我們來看看 最後可以做什麼 最後就可以這樣 這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一天一天去做計劃 然後那個時候 在最後的時候 因為有吸引到就是 有辦一些活動 吸引到一些人參與 所以那個時候就在那邊做最後一個 高評活動 讓大家能夠知道這些事情的場所 那其實參與的人真的非常少 那當時其實有一些電視跟 金文被演的報道 來報道 結果來報道完之後 加速他被採除的狀態 就是 這是採取商跟我們說 那個有件報道 然後他也說要在原本一個月的計畫 等兩個禮拜就要把它採完 這就是從那個 我要照顧看下去的去 就是在採除狀態 這個是台語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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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因為我第一次去找 去找的有關於那個 去找那個 當時的那個 建設處的那個 那個 那個科員 一些科員嗎 科長 然後 用很友善的方式 把資料給交出來 請他給我看一下 這份報告到底是長什麼 這樣子 然後 在整求和他同意的行動下 把一些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 就派回來 這個呢 就是因為他們 我們這次都市計畫 都市北京計畫 這裡變成公園玉地 地 他預計月份要長不來 拆完之後 會變成 然後那時候 我們一問他 請問你有做 做 農廷會嗎 做調查 他說有 他部分人都沒有理解 嗯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也沒有參與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就是北京計畫的那個 過程 這裡就是可以做生存 後來呢 這就是這裡 一二年的時候 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找到 那個時候還沒有採取 還沒有採取的資料 然後那時候 簡單的可以做一些 省稅 這是招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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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書 招待書 早就被列為 就是 那個歷史建築 不過他到時候 一定是從蓋 因為他現在從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 13年的四十月 當時就知道這件事情 知道那個 那個 招待書 這樣 就趕快去 做一下紀錄 確認他是真的 會在 十月十號 這個時候我們就辦 那個 效率訊 進去看 那時候 再來就是到三月了 三月份 我們以後後來就 帶著時空去做一些 比較完整的那個 的 那個 調查 這是入口的建築 有些人有去過 就一直這樣 然後畫圈就是 雨停的有辦法 現在我們後續 很多志工在這裡裡面 所以現在趕緊 現在進去就會 很方便可以做 我們那時候趕緊去的時候 放被文字療就已經 很痛 這個是可以不優質的教室 就是那個時候 台鐵 委員 就是給 台鐵小朋友 念書他們的教室 你可以怎麼看 這些都是 是做的 已經影響起來了 那他們最後一個註戶 大概是在 城市裡面已經 這個班中 最後一個註戶 但是其實 很多空間都已經 都已經 都已經放很久 留在室 我們就把鐵師 也不就直接 玩那個大龍的廠口 那我們就用它 這樣子 這樣擺 然後再其他 都是一些 好啦 我們都是用這個 放一會被子 好 這邊是 鐵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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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我們居住的關係而被證的地方 並不是因為我們設計的方法設計的方法 所以不可以 那這個是短文出身的 等一下應該張老師會再介紹一下 後來就是我們就開始 就是保衡救助我的訪談跟所志願 有了一些好勞好勞的救助 就是技術的救助 以前的核戰長來跟我們講這些故事 然後後來在後來交通部 因為其實過程當中我們有去找一些 跟任務來協助 然後後來並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正面的一個狀態 後來我們就趁著 剛好當時我們鼓勵韓國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在立法院質詢 質詢完之後 那時候剛好就要叫我們過來下來會看 會看 所以我們就去現場 跟他們做一些事情 去現場 把我們的一個計畫 其實這個計畫 那個時候我們做了一個計畫 但這個計畫 其實不是完整的計畫 因為我們沒有出過20年被調查 所以我們怎麼去提出一個更完整的理由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去瞭解 作為的人需要什麼東西 那它其實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 我們只能夠用比較功能性的思維去看它 就是到底能夠想像它這裡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這樣子的狀態 但是前提是 我們沒有辦法告訴他說 你要吃完碗菜 然後重新去回房間去 但是我們不去當時去 在教育 然後下午 下午 下午呢 就在台鐵這邊 在做一個活動 就是 因為鼓勵韓他就會來這邊 這樣 跟台鐵一起 一起打 然後 翻譯成為夥伴 然後一起交朋友 就一起來 拿牌子的抗議 一起來 拿牌子的抗議 不過到這個階段為止 我們爭取到的都是階段性的時間 就是說我們可能 還猜多久 還猜一個月 還猜半週 還猜很短的時間 然後我們再去做一些的爭取 然後我們就是從3月這樣 一個月 一個月 一直往後退 推到後來再有其他的 其空夥伴去做 後續的事情 那我們當時其實 剛好跟 我們後來跟 政府當會協調到一個階段 是 他願意保留 連從原本的事件 四棟到後來的 十八棟 但是 其實我們對於這十八棟 當然是不滿意的 因為 不是監處的問題 是因為我們不夠了解這個地方 我們只會去評斷 那十八棟應該被保留下來 所以我們要得懂的是 有沒有可能去好地調查 就去整理 那應該做些什麼 事情 好 這個部分 我可惜收到可以自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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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